美国联邦储备局减息半离 是超过四年离第一次减息 本港各家主要银行也减息四分一离 随着减息周期展开 预期供楼的负担减轻 不过靠食息的存户收息就会减少 过去四年美国加息 香港银行都没跟着 美国减息半离 香港也都没跟着 多家大型银行下调最优惠利率 即是P0.25厘 以600万的住宅借九成 做25年按揭计算 之前一般的楼案实际利率要4.125厘 月供近28,900元 在减息之后实际利率降到3.875厘 每个月供款即时减少700多元 都见到银行已经是 在拆息都没真的下到很多 就已经开始减少最优惠贷款利率 看得出其实都是因应现在可能说楼市都比较低迷 可能都是时候去提前做这个动作的 我们觉得如果联储局 令到融资困难 现在息口走势逆转 按揭业计划观察到银行开始松手 减息周期开始的时候 银行会放宽他们的审批 或者他们一些按揭优惠利率 而我们也看到近期银行都开始进取 之前没有现金门阵 开始有些银行都有现金门阵 还有那个审批也开始松下来 至于存款利率也同步下调0.25厘 银行界人士估计三个月港元定存息率 会在年底前降到3至3.5厘 之后进一步跌至3厘或者以下水平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防卫会新一期六字居今天开始选楼 最大的单位有646平方尺 有纵签申请人说减息周期开始 供楼负担可以减轻 位于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处 赵祖碧满离楼的纵签申请人 他们先参加讲解会之后选楼 近期推售的长沙环例月圆 有近2400个单位 实用面积大约280至646平方尺 以市价52折出售 由154万至461万 有选楼人士说减息令到供楼的负担没那么重 肩膀不需要那么重 你说是不是 亦地亦处理都是 工少一点就会开心一点 今期的楼王是在荔月圆B座 646平方尺的大单位 一开始就被人选走了 有人就重视景观 我个儿子喜欢我又喜欢方向和景 和舒服 那就可以了 今次优先选楼的除了加油初生 加油长者 还有华富村的重建户 很感恩 第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那当然比以前好 那里都交通挺方便的 都挺好的 环境 它就向着公园 除了荔月圆 另外有大约300个重售单位 来自鑽石山启钻院 游堂高宏院 和马鞍山錦柏院 是之前未售出或者撤销买协议收回的单位 也有大约350个租资计划回收单位 防卫会说一共收到大约5万6千份申请表 反映今期的单位相当受欢迎 而当中有大约3万5千份同时用过录表申请过居屋 无线电视记者陈尚轩报道 一个男人着想公伏香港自据的上衣游荡 认罪判囚14个月 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之后 第一宗判刑的煽动案件 总裁判官表明要起到阻吓作用 以18个月为量刑起点 政府表明判决正好说明犯法的人 必定会为所做的恶行赴上法律代价 案情说27岁部清无业的朱启邦 今年6月12日在港铁石门站附近 着上印有光伏香港时代革命的上衣 并且戴上印有五大诉求意识的黄色口罩游荡 警察将他截停之后 在他袋里面搜出一盒牌线物 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 是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第一宗煽动案 被告承认煽动罪 总裁判官苏伟德判刑的时候说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定立之后 大幅提高煽动罪最高刑罚 至到判囚7年 原意明显是要加强打击 如果法律不及早介入 任由个别煽动行为发生 在叶家效应影响下会导致社会再陷入乱象 判刑必须反映防患于未然的立法目的 被告今年3月已经由台湾订构涉案上衣 并且在对示威者来说属于标志性的日子着想 明显是早有预谋 企图令动乱思想死灰腹炎 情节不轻 对于辩方求情话 被告由家到港铁站的犯案时间短 苏伟德反驳说 如果不是有警员折停 不会这么短暂 他带同牌试物 可见他的执着 随时会以暴力方式维护信念 考虑到要起阻黑作用 原本以18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 因应被告年初 已经因为另一宗煽动案判囚三个月 短时间再犯案 明显是不知悔改 公然挑战法律 上条量刑起点三个月 认罪扣减之后 最终判囚14个月 至于游荡罪和他拙出事身份证 获控方不提证公起诉 母亲事记者 泽玉文报道 另外一个男人今年3月和4月 先后三次在巴士上 写上光复香港等字句 判囚10个月 29岁报清银行民员的钟文杰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控罪 总裁判官苏伟德说 被告明知道字句的主张 是将香港由中国分离出去 有违法的风险 仍然多次以公共交通为目标 在上层后排座位犯案 不容易被职员发现 又可以被乘客见到 大肆宣扬港独的信息 对于被告辩称是一时冲动犯案 但裁判官说 被告带不上车 行车之后就抛弃 行事之后就抛弃 可见非即兴行事 三项控罪都以12个月监禁为轮型起点 认罪扣减之后搬炒10个月 19年元朗721事件 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等7人被控暴动案 进入结案陈词阶段 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和另外6个人 被控2019年7月21日 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参与暴动 审讯踏入第50日 先由控方建案陈词 说林卓廷公称当时作为议员 有责任到元朗了解情况 但他所属选区是新界东 不包括元朗 而他在现场的行为 也不像履行工作 而是为了直播拆流量 控方又说林卓廷在社交媒体 呼吁到元朗要小心 其实是暗示市民入元朗生事 认为那次暴动的其中一个起因 可以归咎于林卓廷的发动和参与 而林卓廷自称调停者 但在现场向黑衣人发号施令 叫人不要退不要追 并且称呼白衣人为黑社会 又用矿音器向白衣人指骂 他的助手按他指示做直播 只是拍摄白衣人一方 控方形容 这个是火上加油 至于剩下的六个被告 控方说部分在习内前线 其中被告于家豪 面目憎灵感和白衣人对视 曾经投资物品 被告邝浩林曾经向白衣人 树下一只手指 无论是食指或中指都属于挑衅 而被告陈永熙和杨朗 都曾经向白衣人卸水 认为不会阻嚇对方 反而令延长声温 母纤电视记者 赊瑞文报道 电视记者 赊瑞文报道